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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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去节省我们能力的部分 那在及时掌控的部分 首先就是要了解我们的设备 而在自动化科技发展中 设备也持续的进行优化更新 越来越多的整合进阶的技术应用 那针对我们不同厂区长时间的设备运作 所需要的量检测数据的一个功能 我们需要规划完整的一个量测流程 因此需要去搭配不同的一个形态的一个机器 并依据厂区需求的规划 来去传送我们的资料方式 至我们的一个厂区主机 来去达到及时发动警报 并完成监控厂区的一个系统与设备 那在工厂管理的部分 智慧制造需要去发展我们的一个垂直整合 所以在工厂管理部分将去面临我们的IT的一个架构 应用系统的一个议题 那除了将IT的预算放到我们维护机台系统外 一旦要发展数位转型以及智慧制造室 要为内部的人才做培训 然后透过我们的垂直整合的资讯 可以快速的让有能源上手 优化制程与资源决策的部分 数据的应用是我们台湾中小企业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现象 老员工的比重比较高 对于数字的敏感度比较低 即便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资讯数位化 能会因为员工的一个知识不足 然后导致我们的导入困难 那因为老师傅的决策的全凭一过往的一个经验累积 缺乏我们数位化的一个分析与逻辑 而不同的师傅经验就有不同的落差 所以除了难以验证外也会耗时耗时间 那藉由我们的一个知识化透明管理 来去提升优化我们的一个制程 支援我们的决策能力 在产业转型的部分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产线效自动化 提高我们一个制程效率的可靠度 那工厂管理与控制的最佳化 所以在我们的数位联网的部分 也将去决定我们的一个厂区转型 支援工厂是成功的一个因素 而在可视化导入的进程 我们是就由我们的公共软体来去做一个导入 帮助我们不同阶段的一个推进 那在导入前 会对我们各式设备以及数位做一个数据调研 并进行我们的通讯 网路的一个规划 在针对不同的一个特性的一个传感 去做一个选型的一个评估 那在导入中 通过我们先前的调研与传输的方式 依照我们得到的数据 我们将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IoT的稳态 物理式的一个数据 另外一个是Edge IoT的动态数据 那首先我先说明IoT 稳态数据 及我们基台讯号的分类传输 那稳态的数据 举例来说就是我们的温湿度 压力 而基台的讯号源 举例来说就是我们的基台技术 感测器 以及异常的log等等 那最后将会分类显示在我们的一个监控系统上 那再来在Edge IoT的一个边缘运算加工 其目的就是将我们的物理量 透过我们的边缘运算 转为实际的一个监控项目 那例如当我们崛起我们的温度讯号时 实际上使用者想看到的是温差 以及温度下降的速率 而边缘运算的讯号加工 是指将巨量的一个数据简化 在经由转换后变成使用者真正想看的一个结果 并可藉由此结果来去设定个门槛 进一步来去优化我们的一个管理 而在导入后 在工厂的安全性管理上必须做到智慧化 并提供决策资源 进而将可视化的数据透过我们的一个监测系统的判断 以及警示 达到我们实时了解数据与分析 那远段监测的结果记录这些数据来去优化我们的参考依据 那接下来我会各位介绍智能工厂可视化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个厂务监控系统可视化的一个应用方案 所以我们会去针对不同的厂区的可视化的需求 做不同的规划 那台达针对厂务监控系统的部分 我们提到一个透视工厂应用的一个整合方案 包含从我们的设备层 我们会提供基础设备及Sensor的选情服务 将我们产现的循环水产物水电器 透过我们的数据通讯转型串接 那在系统上我们会搭配我们的VT SCADA可视化平台 达到即时量测资料收集 那即时监控以及即时异常发报给用户 那除了我们标准的VT SCADA之外 也可以与其他的一直系统做穿接 通过我们这个可视化平台 那他就可以在办公室远端监控 并做统计以及报表分析 那在产物可视化监控的特色与效益 一个智慧联网将我们产物的油 电 水 气 可视化 来去节省我们能力到场一个盘场 并提升我们一个人员的一个工作效率 那通过Gayway来去统整各区的一个表头 那去穿接来去节省我们盘体的成本 那厂区透过多道的一个温控器的一个搭配 来去针对我们的冰水主机的温度 以及空压机的一个运转状态 来达到一个节能控管 那实时的去截取我们的导电度流量 电压 压力 酸减值以及气体流速等减值用料 那在效益的部分我们提供了一个即时监控 故障发报以及异常分析 进来去绝缘我们这个能力的部分 提升我们产物人员的一个工作效率 因此台达在产物监控可视化 不仅节省了时间 金钱以及 节省了预算成本 并满足客户智慧化可视化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品质可视化的一个应用方案 我们针对磁场区域需求 做了一个DIAP设备联网 以及VT SCADA可视化的一个规划 在设备制程过程中可透过我们的DIAP来去收集我们的生产数据 并搭配可视化的VT SCADA 并将数据转抛给我们的一个品质管理系统 SPC 并配备可以给我们的制造执行系统 MS应用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设备自动化的一个控制DIAP 将关键数据筛检出来给我们的品质管理系统做分析控管 例如我们的温度 流量 酸减值 压力 水阻值 及我们的实验室数据等等 并产出我们的应用报表及趋势分析图 那在品质管理可视化的一个特色与效益 我们是串联我们的一个产线 产物 以及我们的一个检测仪器的一个点网需求 然后进行升级 那数位监控可视化以及品质管理系统的一个协助机台 分析我们的一个产能以及品质质量 那透过我们的一个Mobus 然后串接化学桶槽 纯水循环区 产物的水电器 以及我们的一个清洗机机构 进而以实验室仪器达成一站式的一个中央控管 打破我们那个咨询古岛的一个架构 那通过我们各位层去统整各机台的一个生产资讯 那串联给我们的MS以及SPC 那在温控以及量检测仪器 也是搭配我们台达的HMI 以及PRC 执行各区的温控的截取控管 精准的控管并节省我们的盘体成本 做一个快速串联 那进而实时的结许我们的温度 流量 PH值 压力 水阻值 以及分析实验室的数据等等的 那台达智慧制造不仅达到我们的一个客户的需求 那且提供更高效的一个品质管理的判断决策 来加速我们人员的追踪一个判断的一个原因 那因此台达本身有很多硬体也有软体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更全面性的服务 而在作业环境的部分 厂区内均属于喷沙高温 多粉层 水器 及酸碱气体 跨楼层的厂物 水系统等等作业均分散于不同的场域 所以在人员点减上去盘点都不太方便 因此我们可以透过数位化的作业环境的建构 来去采集我们的这个资讯 那统整我们的移动设备 做到软硬体人员及软体跨界的一个沟通 那并通过我们一个Web界面的连结 可以去支援我们的平板 电脑 手机 各种联网装置来去监控盘查 那进而可以互动式的操作 以及我们厂区若有外籍人员 可以去切换多国语系 进行不同的一个语言呈现 而在即时显示的部分 硬体监制成本 可以使用个人的device装置 即时监看 可以节省我们的成本 且系统操作方便 可以降低我们人员培训的成本 那也可以发动即时警报 即时报表的一个呈现 而在监控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将我们的一个巨量的设备资讯 透过我们的传感器的一个收集 也就是将我们大量的物理资讯 透过我们的运算 转为我们实际的监控项目 并以边缘运算的方式 人工智慧或是我们的一个机器学习 将实际的监管数据 自行设立门槛 且在系统上 提供使用者依据我们这些动态特征值 来去优化我们的设备运维 以及产线效率 那最终有效的去掌握各设备的一个品质 进行我们的参考依据 在决策时提供一个分析依据 那因应工业4.0的智慧化趋势 那掌握全场的一个数据至关重要 那因此我们总结以下4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设备品质监管 那首先在设备品质的监测部分 机台的显示就可以来去计算 我们的设备驾动率 那在动作异常警报的部分的话 可以去做到一个快速的了解状况 并排除的动作 那在运转状态的监测部分 可以计算我们一个能耗的状态 而在生产品质监管的部分 可以透过我们的一个SPC 来去量测产现的一个品质 并可预先拦截我们的不良品 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而在环境参数控管的部分 可以藉由我们的环境温湿度 及无成为例的一个监管 去控管我们的环境因素 来去降低我们的不良力的一个影响 那最后在我们的一个 智慧战情室的一个建议 可以从我们的厂区的环境 到我们机器设备的细部构造 皆可全方位的一个监测 那大小数据设备的一个状态 一并统整进来 建置我们专属的一个战情室 并可以制定我们设立我们监管的一个门槛 来去灵活调配我们的数值 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两个成功案例 那首先是台南式半导体的一个洗净液 它是个酸减值的一个应用 水循环高压喷水机 那为我们全球领先的一个贵金属的一个应用 那主要的商品是一个贵金属化学材料 然后电镀把材特化以及支援回收的部分 那它主要的应用是透过我们VT SCADA 来收集资讯以及串接SPC做品质管理 那解决的方式的话 就是VT SCADA的一个监管设备状态 然后报警管理 以及SPC集成系统的一个串接 并转抛到我们MS系统 那在SPC的部分的话 就是实时采集我们的过程中的一个数据 那稳定我们的制程参数 极高完美的一个产品质量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兰科的一个化工材料厂 那它是执行我们的厂间以及污水循环 那主要的是半导体研磨 以及高技能的一个铜箔生产 那它导入我们的SPCADA应用 那解决了它的厂区的一个数位电表发 或是厂物端的油电水器的监控 超规的预警 以及运转状态的一个监测等等 那它解决一个好处就是 降低我们厂物人员的配置 然后提升我们的生产力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导入前后的效益比较 那在导入前 是以资本作业来去掌控我们的问题 那除了资本作业的话 很难去做一个保存 所以在阅读场也很困难 甚至很难去维护 那我们在导入后的话 驾动率我们可以透过是未来去监管 并提高我们的控管效率 那在生产调度的部分的话 就会耗费许多的时间进行沟通 少了我们数位化这个调度 然后就是矿路费时 那整合之后的话 就是现有的设备 原物料 人员 统一的数据控管 生产牌室可以清楚的一个掌控 而在传统的这个产销的生产上 常常会发生问题 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检讨 那一堆人常常拿着纸本文件 进行讨论 缺动缺席会搞得人家麻烦 那在导入后 大家只要看着萤幕或投影设备 就可以有效率进行会议 所有的产况就问题 就可以及时掌控 而在报表管理上 人员的一个收集很困难 分析也不容易 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那么在导入后 我们资讯可以集中管理 并可自动的产出一个数据报表 那在工业4.0的部分 是一个很繁琐的一个大工程 那许多制造业搞了好几年 可能都还摸不着头绪 那在导入后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制造生产 做好万全的一个前导准备 那接下来导入后 我们所提供一个价值 当我们有异常警方发生的时候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mail 或Nine的一个发报 及时通知 而在提升效率的部分 可以去节省我们的时间 提取我们重要的数据 只看你想看的一个资料 以及录后的报表 或者趋势分析图 那再来依据我们的 一个制定门槛的监控项目 可以去控管维持 我们一个品质的稳定度 那最后在数据优化的部分 可以去聚焦问题 提供我们一个优化决策 那我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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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